佩芬 今天下午有發生一件事 不要弄他 今天下午有發生一件事情你知道嗎 什麼事情 今天下午2點沒有看Facebook 又有誰說話嗎 有啊有啊 昨天是總理說話 今天我去接種疫苗 第二針的疫苗 我有看到你拍照放Facebook 對啊 但是我聽說 其實接種疫苗之後 有聽說很多很多的朋友 所以我們要確定知識正確的訊息 所以我來請問你一下 聽我說最準的 接種疫苗之後會有一些副作用 然後不知道那個疫苗 到底是不是安全的 哎呦 叔叔 我們這裡是哪裡 我們這裡是新加坡 所以你就不要擔心 在我國或者是使用那些 我們的這個冠病疫苗 都有達到高度的安全 和有效的標準 嗯 那有些朋友是不是擔心 疫苗是短期內的研發出來的 但是 這是因為有全球各國的合作 用最新的技術 才能在短時間內呢 成功製造這個疫苗啊 哦 原來是這樣子 這樣我就不用擔心了嘛 不用啦 但是喔 你說不擔心 還是有小小的一點點的擔心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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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為你是陳婕儀 擔心 如果這個疫苗那麼的安全呢 為什麼還會出現副作用呢 譬如說像我下午2點打 到現在我稍微手臂有點痛痛的 有點痠痠的 這個疫苗真的是 這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真的有效的 安全的 你剛剛什麼這邊痛那邊痛喔 是喔 手臂痠 你問那個打鋼琴的 彈鋼琴的 老師他有說 老師你還給我五課咧 他也是有點痠痛 然後有點胃痠 但是很快就好了 一聽過後就好了 哦 真的啊 吉他手 也是接種了兩劑疫苗對不對 也是OK 完全也OK 我老伯也是一點點呢 痠痛 就一天的時間就好了唄 所以據我所知 這些副作用呢 都是非常輕微的副作用 真的不用擔心啦 安啦 這樣我就放心又安心了 所以呢 還沒有接種疫苗的朋友呢 就可以安心去接種疫苗啦 那如果呢 如果你真的有這個發燒 還是疼痛等的症狀 你可以使用這個退燒藥啊 對啊 按摩呢正切的英文叫做 Parasetmo 來減緩呢 這個呢症狀 哦對啊 所以呢我們應該要鼓勵大家 還有我們身邊的所有的親戚 所有的好朋友 輪到你去注射疫苗的時候啊 就要立刻去報名預約 所以啊 所以我們要很珍惜我們的這個國家 還有疫苗給我們打 而且呢還安排得好小好小喔 對啊你看我今天喔 打了第二支的疫苗之後 我就覺得我非常非常的幸福啦 還有人留言對不對 然後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感謝 羨慕你喔 對啊謝謝新加坡 真的真的需要有越多人接種疫苗呢 才可以減少病毒的傳播 對所以我們讓我們一起來 同心協力打敗疫情 好啊 疫情 老師 同心協力打敗疫情 同心協力打敗疫情 這邊啊 同心協力打敗疫情 同心協力打敗疫情